方式打還要扶那可都是要封那個的呀 封直播間的 一級可以學E嗎 可以一級學B的 哪一級學B的 那一級學B的 哪一級學B的 哪一級學B的 可在拉扯呢啊 韓服就是不一樣 你看 兄弟們 這段位也不高吧 也有 白金左右 還有這種拉扯手法呢 去日期給後排主 上次打了很多次 韓服大好 但好像閃退了之後 凍結了兄弟們 今天這個只能給大伙教學教學 韓服的手法 我看一下能不能研究一點新裝備 他們在說啥 我跟你換了 壞了 這波有點硬上了呀 哎呦 我們的英雄Counter得抗壓到爪道出來 也行也行 反正兩個人頭 這樣才可以 哎呦 扶了 有點勉強 哎 沒吃到經驗吧 哇 我怎麼感覺經驗被分完了呀 壞了 經驗應該是被分了 不然我不可能只有5級呀 就是5級 5級一丟丟啊 他都遛我了 啊 什麼意思啊 不讓我吃多餐 怎麼啦 不信號點滿 看来都知道我这边压力不大 来点压力 多来两个人头 能抓到吗,抓到他多少人头都无所谓 这韩服也这样吗兄弟们,这信号挺烂的 也这样的 太亏罪了吧 那我马上就吃起来 也是 他們的只有高分段會比較有質量 低分段其實也還是老樣子 沒啥太大的區別 可以走嗎 算了吧 哎呀你怎麼還可以自己彈回去了 你就過來正常走對不對 笨蛋了 他抑了一下牆然後給他彈到這個 小鳳 小鳳梨 他正常彈過來然後往前靠不就是我的嗎 你還跟我玩細節 他們蜘蛛阿克上我們動不了 只能等我爪刀 不要前期我們的劣勢太大了 他撿了這幾個人頭我們已經動不了他了 這應該不會追我追我的話炮 炮車沒了 不怕死嗎 小鳳好像血量越少 當對方上頭 子狐是怎麼玩 那在我殺他之前他大人頭贏被我隊友拿了這樣好虧 蜘蛛不到在哪 滑到我身上 這個絕對專注讓我用Q 回滿血量 增加了攻擊力我們在用W 剛剛只有147 血量回上來之後就變成150 足夠一個W 推完線 OK開始翻身 但先不要打行不行讓他回來 本來前面聽我的這阿克上不可能有五個參團 他會不會有五個參與 用他來的 他會不會有五個參與 你也會不會有個參與 你也會不會有五個參與 你不會有五個參與 不用着急,哎呀呀,卧槽,哥你在秀他还在秀我 啊 这啥啥没必要 帅,这个就帅 欧德K 听说阿克上雕闪了 我人头都得死啊 没有什么意义,五块钱先收了 这个位置翻完 在这里最保险 这位置他应该不会找到我这 我都跟你们说了,对不对兄弟们 是不是转到出来就直接翻身,我刚才杀他之前单持,我0-1,他3-1-2 五个参团旅,三个人头两个助攻 是不是 所以说 而且他是在我点了信号 队友还要硬打的前提下,给了他五个参团旅 如果是正常发育的话,他现在已经玩不了了,但是他现在拿了我们前期 队友给他的一个装备,他现在就是 还能小玩一下 但如果我刚才已经抗压到我那个时间,他0-0-0 或者1-0 他也是特地的废了只能说 QA,W,爪到阶段,一个平安一个大招 一个平安AQA,一个W死了,开班 展现左差剑能 就根本不晃的 发现了吗?爪到出来 先当孙子后当爷 你现在得叫我什么 自己喊 三方面碾压了现在 他三个人头,三个人头两个助攻开局兄弟们 而我杀他的之后,我只有0-1-0 我一个人头都没有 我只是用发育的补刀 明白吗?兄弟们 阿克上90%以上的 难道玩家都很难打他 是我说的这个问题的,抠个6我看一下 为什么要带先攻?先攻这个问题 是因为 你带电行的话 你抗压,你前期肯定会 丢兵,对吧?那丢的这个兵 你补不回来 但我们带先攻,我们只要 拖到爪道出来,杀一个人他给100 杀一个人给100 我们前期漏的刀,那无所谓,都补回来了 而且电行是一个 有风险的一个护卫 像这种阿克上全程得 压制你打,你得全程抗压的 慢性死亡 电行是一个 拖到后期就乏力的装 的一个符文,前期 带了之后前期 不杀人就不行 前期不杀人他就乏力了 打阿克上这种天狼康特的只能带先攻 拖到我们爪道出来 杀一个人弥补前期的空圈 越打越强越打越强 只能这样 假装不追 实际上往前翻 再往前翻 再翻 显然触发先攻 爪到过去 接二段一个AQA秒交 94块的一个先攻看到了吧 那我们前期漏的刀 而且我还没怎么漏刀 如果漏刀了 那这就是一个 彼補 没漏的话那只能说超前发育 哎呀这波人头被K了 先攻给了我94 然后再触发的5块 刚才这波就是给了99块的一个先攻钱 可能有的观众 从开局 从开局那个 我和打野强行配合 死了一波 然后阿克上去下路 点了三个人头 两个助攻的时候 以为已经玩不了 但实际上呢 你再看看现在 是吧学生们 也不是靠打野状的 我们就单方面追着他打 爪到出来 所有是手 中单 卢西安 阿克上 小炮 能说出来的AD 是手心中单 等爪到 随便打 都一样 等爪到出来随便打 小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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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 位移一个 大招 一个平安 这里再等一下 我是可以再杀他的 杰坊针 16分钟 天 天大烈士 现在 16分钟 两件套 加一个鞋子 相当于两天半 这些都是 分数搭配 你们知道吧 鞋子发育到12分钟 免费给你300块 小兵去着气7分钟 让你有一个推陷能力 先攻中期 杀个人给你100 杀个人给你100 超前发育 绝对专注配合这个 去着气 可以让你压力小一点 灵光披风的话 随种尸首 你需要移动 移动速度加持 不然追不到他 每个符文都是很需要的 然后这个 心结洞悉 减少我们闪现的 CD 还有爪刀的CD 就很完美 然后这里再等一下 这里有个针眼 我是知道的 这里开个扫 看他过了 过不过来 做先锋 视野 小龙吗 先把炮吃吃了 不着急 震震好好 然后这波他虽然有 布甲斜加害骨度成 但是我可以 越 这波我们的一个配合就很完美 浮光 这波我们的一个配合就很完美 本来是可以杀的但是 AD来的话就有点不方便了 我们为了保命只能这样 但闪现跑也不要太着急 还是得闪现 但是得调整一下位置 让盲森打 阿克上的大招 他们AD居然在后面反蹲 这是我没想到的 根本不慌 你吃冰我吃也OK 没问题吧 啥不吃冰啊 你看看 这就是个机制的 那这个二塔单吃确实有点 超出我的范围 我得敢我得靠 吵 因为这种 就是因为都靠近你们知道吧 很靠近 我刷野怪我马上就能刷他吃冰他马上就能吃 我如果等 我跑到那个冰冰已经被我们的小冰补完了 然后他过来吃这个蛤蟆也要等很久 这样是最好的呼唤资源 只不过这个二塔是我没想到的 神傻人 我喝冰 我和你近了 未经许是 孽竣巴 我喝了 我喝了 名字那个是哪个式子啊 这有无畏规ID啊 哪个是名字啊 OK 打韩服要注意这些东西 有稿子会搞一些围规ID 这样播出去的话 直播店会封 上次封给 主播现在打韩服都很谨慎 虽然能打了 但还得谨慎 这人们 没错了 杀 啊 扣 阿克上3-0-2啊 这种开局被我们轻松拿下兄弟们 直接点 是 针 针 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